23号上午又再出现农物 让航班也受到影响 不少人其实等着回到台湾本岛和家人团聚 还有社区哨棒队是要到高雄比赛 班机也被迫取消 因此在马空航空站出现了大批候补人潮 一共夺达210人受到影响 因为分别飞往高雄台南台中都有一班航班取消 对此航空公司则表示 天气好转之后就会加开班机属运 放眼望去到处雾蒙蒙一片 这里是澎湖22号清晨开始出现农物 原本一度消散 到了夜里却又开始起雾 物太农就连远方建筑都看不清楚 能见度降低也连带影响飞机航行 为了确保乘客安全 马空航空站23号取消飞往高雄台南台中各一班飞机 一共210人受到影响 民众就留机场等待候补 有换飞机 换什么样的 大飞机 那你本来早上是要搭 8点15 因为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就是一直都有农物这样 然后飞机的能见度不佳 没办法去飞行这样 现场候补的旅客大概有七八十位 澎湖航空站表示将会是天气状况随时加开班机输运 只是澎湖连续两天出现少见农物 好好行程被打乱 也让民众有些无奈 记者澎湖最后报道